我在台語車站的捷運站 那個車要來著我就回頭 捷運進站 然後我就這樣子 我就想 欸我在幹嘛 然後一堆人就看著我 我就站在一個超大的樂台 在暖氣的時候呢 聽到大門的聲音 然後我媽已經走進來了 她拿著一個三明治 你就放著吧 她會沒事啊 好嗎 然後我媽就說 這也冷氣啦 這也冷氣 就走過來 哎呦你 歡迎回到大麻西餐車 我是今天的餐車小姐 麻西 今天很高興 我們歡迎我們的乾甜 Amy Amy 欸 奇怪啊 怎麼都沒人 公司都沒人啊 嚇到了嗎 別擔心 有我在 嚇到了嗎 別擔心 有我在 今天要幫人一些人 什麼東西啊 太多了吧 噴不完啊 這噴不掉啊 別擔心 Surfshark VPN 保護你 上網的時候 常常有很多彈跳式廣告跳出來 是不是很干擾你 不要怕 讓Surfshark VPN 保護你 用的Surfshark VPN 不但可以阻擋彈跳式的視窗 還可以隱藏你的上網痕跡 並避免他人 窺探你的網路隱藏你的網路隱私 讓你在上網的時候 絕對安全 不怕 資料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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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點擊下方連結 輸入 NSFW 大家別有優惠碼 馬上就有 黑色星期五活動 讓你有 五個月的美肥優惠 如果你用不習慣的話 還有 30天的五條件退款 網路安全 就交給我Surfshark VPN 現實的安全 就交給你了 烏雅官嗎 你放心 有我在 好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話題呢 我們主題就是 大家遇到尷尬的事情 相信大家從小到大都會多多少遇到 自己尷尬 或是別人 或是你創造別人尷尬的事情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要來蒐集大家 挖掘大家關於尷尬的故事 那我們到麻西探車發車 我們歡迎第一位諾琪 耶 剛剛麻西做這個手勢 我不知道是幹嘛 挖掘 手部 挖掘 不是這樣嗎 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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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尷尬了 哈哈哈 厲害吧 那想問一下 哈哈哈 你第一次發現到尷尬這件事情 大概是什麼時候 就像剛剛那樣 我其實自己不會覺得怎樣 但是別人都會覺得 哎呀 你怎麼這樣 你有一次跟湯瑪去北投 對 這發生什麼事 我們有一次就是 算是晚上去北投市場附近找吃的 然後那邊有好幾家有名的紅茶店 湯瑪就想說 啊還沒吃飯 然後老闆去問老闆哪裡有推薦可以吃的 欸請問這裡附近哪裡有什麼好吃的小吃店 嗯 然後老闆娘就一看到他就 嗯 你說有小姐的那個 哈哈哈哈 難得啦 男老闆啦 哦 差不多啦 反正就一樣 好尷尬喔 這一張 哈哈哈哈 都一樣啊 我覺得這個故事一點都不尷尬 我覺得這個故事在我記憶裡是最無聊的 他覺得很尷尬 我全都覺得很尷尬 很尷尬啊 那陸近你有發生過什麼讓氣氛變尷尬的事情嗎 現在 哈哈哈哈 有一個算是喜歡的女生 嗯 就是大學生的那個 叫什麼 叫小波 通常那時候單身嘛 所以他們就問我說你喜歡什麼類型 然後我都會跟他講說 小波 小波這種他笑起來很可愛 然後就是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去伊朗玩 對 然後其中有一個人 然後他需要早點回家 然後我們就說好沒問題 我們中途你要先走就是水溢沒關係 然後後來就是那個 他突然接到一通電話 我們想說好可能他家人打來 就是我們也覺得時間差不多了 他可以先回家沒問題 然後結果他突然就把電話丟給我 我就想說 可能是他家人要想跟我們講講話 我就接起來 就報平安嘛 接起來我說喂 然後我聽到一個女生的聲音 我想說應該是他媽媽 我說欸阿姨不用擔心 我們等一下就會把他送回家 對我們會照顧好他 然後對方就開始笑 而且我覺得 這聲音怎麼會這麼年輕 很年輕 然後我就還電話給那個我朋友 就說欸你媽聲音很年輕欸 他就說這不是我媽 這是小媽 哇 我傻眼 你第一次的通話 對 鬼了 不對我直接叫人家阿姨 這算尷尬嗎 這算是一個失敗的經驗 我現場超小死的 有一次我參加朋友的聚會 然後就是時間到我想要先走 我就跟朋友說 再見我要先走了 然後剛好有另外一個 算是他的同事也要離開了 然後 但是我一直找不到我的那個雨傘 然後我就跟我朋友講說 欸你再幫我留意一下雨傘 然後我就進去電梯了 然後他就衝出來說 欸你的多長啊 我說 欸沒有這麼短 大概這麼長 哈哈哈 然後旁邊那個女的就突然 對我同事說 我做這個電梯安全嗎 喔 哈哈哈哈 好笑喔 諾星在這個時候 叫你閃電的 好笑喔 哈哈哈哈 這個有竊題 這個有竊題 對 可是諾星其實很常講 這種會讓人家誤會的話 會嗎 對啊你很常就是會 也會開這種 人家會以為你在開黃槍的話 如果老闆在對不對 他一定會講超多很尷尬的事情 因為他比如說他跟老闆去拍片 他會突然老闆一見就 欸老闆人那麼晚 今天他們等很久啊 那個誰來了 就直接擴音打開 老闆你不要再講 你不要講我求你 他每次叫老闆出去 好讓老闆變尷尬 對但他都覺得 變很尷尬還好吧 對啊 好謝謝諾星的分享 對 你接下來 你接下來可以去後面 觀摩一下大家的尷尬是什麼 好 好那他們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在生活上 有遇過哪一些小小 你覺得比較小的尷尬的事情 以前就是念高中 都找到通勤嘛 然後因為台北人 上課就是坐公車 所以你會站在公車站 你就會回首 公車就會停 對 入港是這樣嗎 我們入港不搭公車 喔對沒有沒有公車 對對對 不是沒有公車啦 我沒有公車 入港不搭公車 有時候就是上課會 捷運加公車轉搭嘛 然後有一次 我記得我好像補習班下課 在八九點 然後我在台北車站的捷運站 那個車要來的時候 我回首捷運進站 然後我就這樣子 我就想 欸我在幹嘛 然後一堆人就看著我 我就站在一個超大的月台 旁邊都是冷 就跟捷運回首 他停車了 可是我剛上來台北的時候 我也做過一樣事情 那你有什麼印象深刻的那種 很可惜那個主角不在 不然今天會更精彩 就是 欸主角是誰呢 主角就是我們的老闆 大家一起開會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覺得 老闆最近好像狀況不太好 或是拍片比較晚來 或是遲早 所以老闆你那個 時間要控制一下嘛 其實我也是規勸他嘛 我沒有 我就是已經很努力 怕我怎麼樣 然後就 然後就重出去這樣 好像 然後真的 瞬間就會好尷尬 他會以為你在攻擊他 但其實沒有 沒有 我只是希望他多住 因為大家是團體 然後大家都好好的 我也不是特意要 在這個場合去戳他嘛 因為寶寶的感覺滿像的 我剛剛開門他也衝出去 對對對 那你有印象深刻發生在 你自己身上 最難忘最尷尬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撥接 然後那時候因為 撥接網就是你網路要撥接 然後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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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一次我好不容易瞞過我媽 就是不過今天上 因為那個 數據機太超 都用枕頭蓋數據機 在晚上上網 高中的時候我網路你知道 世界變不一樣 然後有一次我就是蓋完 然後弄好以後 哇今天晚上要來那個 打手槍 對 然後我就弄好以後啊 然後我就把那個糖尼翻來 然後放在電腦前 然後就開始點那個 慢慢開圖的 設計網站 因為以前網路很慢 就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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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然後看得很開心 要跑圖一下 對對對對 然後就是那時候 我跟我媽每天晚上都在跌對題 然後她在抓我偷上網這樣 然後我要偷偷去她房間 查網路線 然後突然我就已經 看 開完圖了 然後都準備好了 褲子也脫了 然後那時候我媽就 打開門了 你在幹什麼 我記得那時候 整個房間是暗的 然後我那個CRT調得很暗 然後我就一個椅子在那邊 然後我媽大概就看到我的腿 然後外面就有那個光照進來 媽就在裡面這樣 然後我也不敢動 然後就這樣大概五分鐘以後 我媽就早點睡 然後就關牆 妳說喔天啊 呃被發現之後 然後爸媽跟你坎坎而談 比較尷尬還是裝作不知道比較尷尬 坎坎而談 比較尷尬吧 然後我覺得是不是 直接講 要OK啦 講什麼 不要太尷尬了吧 我在想到我小時候 第一次被抓到打手槍 就是有一次印象很深刻 是我跟我媽就是五歲嘛 我媽睡旁邊 所以蓋了棉被 我在那邊 然後 結果我媽在旁邊睡覺 我以為她睡著了 然後我突然那時候 但我那時候就是上癮了 就是上頭了 然後就 忍不妨我媽幫我突然醒過來 幫我棉被掀開來 你在幹什麼 然後我媽就 你不要再這樣子了 然後就生氣了 然後就走掉了 然後我就愣在那邊 就一直維持那個姿勢 然後我就睡著了 他還有被抓過嗎 我沒有欸 但我有一個是 就是有像我家裡沒有人 那常常說 啊太爽了 那你打手槍 可以把聲音播出來 要不然平常都沒有啊 聲音播出來 然後我就 要擺耳機 對我就去廁所這樣子 然後我也沒帶耳機 就手機這樣子 然後就出來後呢 就發現我姊的房間下面 都有一雙鞋子 我聲音開抽大聲了 我聲音開抽大聲了 超級 他會覺得現在女朋友回來了 對 然後我一出房門的時候 我就看到鞋子就整個 被擠發涼 不過印象中 我這樣停了大概十分鐘有 有有有 我會開抽吧 真的 我會想要假裝 我這個人不存在 我會想要假裝 我這個人不存在 然後失去做行動 慢慢地走 我要想要讓我姊 像我讓我姊子知道 其實我根本沒有在這個房子 裡面的感覺 聲音是怎樣 但是聲音還繼續放 然後他不壞 大概 以言全的事 等一下 他不壞你們是在發信 沒有 沒有 Oh my God 發信被誤會以免了 那臭 你現在不講話就知道 你現在是廢棋發娘了 假的 這邊現實我一個也有用 誰啊 沒活 過來 你想講吧 就是我被我媽發現三次 三次 我以前有重考 然後 那時候重考的時候 大家都會去那個重考班 我那時候想說 我要自己唸 我要自己在家唸 這樣子 我都會去圖書館 然後 早上通常都是 十點去圖書館 然後唸唸唸唸唸 唸到回來 但是有一天呢 我就想說 我先不要去圖書館 家裡都沒了 那我媽媽呢 她是在 那個社區下面 的那個 管理室上班 這樣子 通常中午才會上來吃午餐 所以十點到十二點之間 我有兩個小時 你完全摸進她的生活作息 沒錯 然後呢 你準備摸過你自己 對 我就準備要 摸完作息 我就要來摸我自己了 對 啊我家的電腦 是放在那個盒室 啊盒室有個特色就是 不能關門 它的拉門是 這樣子拉的 對 沒有鎖 啊你拉起來 就有鬼嘛 所以呢 那天呢 我是打開的 我那天就是想說 發洩一下 我全脫 哇整個打開 褲子是脫到 這個腳踝這邊的 然後再加上那時候 以前沒有那個耳機 然後我就 哇 爽手 然後用… 在暖肌的時候呢 我聽到大門的音 我忘了開的 大門舞狼 他沒有看看 你看十點半 怎麼會舞狼 慘了 我還能摸到下面來了 但是 穿不起來 我穿了這個 趕快穿不起來 那時候真的來不及 我就把 電話關掉 然後跟那個 喇叭 以前是那個喇叭 不關掉 我媽已經走進來了 她拿著一個三明治 她說 欸不要 那個東西啊叔叔 今天這三明治來吃喔 妳在吃嗎 妳在吃嗎 妳就放著啦 妳就放著吧 然後我媽就說 這也冷氣啦 這也冷氣 就走過來 我說你放著 你放著 這也冷氣 欸 你都沒有去圖書館 你都要弄這個喔 唉唷 卡這個啦 卡這個啦 我放這個啦 我放這個啦 你真的吃了 第二次 他這個 他在講一講之後 他看他那個算什麼 你本來重考完之後 就上大學 然後上大學 就是那時候就是有那個 用電腦 然後晚上就認識一個女生 所以 不是 我不是想著那個女生 不是 重點就是說 我們晚上都會聊天聊很晚 我的門也是背對的 這次是可以關的 可以關可以鎖的 然後我的門的隔壁呢 就是主臥房 我們家有個習慣就是 不能關門 為什麼 因為就是 就是 就是 家裡好好 你幹嘛關門 你是做了什麼虧心事 所以呢 我就沒關門了 哇 可能兩三次我都是順利過關 這樣子 然後我可能覺得 你會一直打 就是有人用 我可以看一下 你還要 你還要衝啥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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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 但是這次呢 因為已經長大了 然後呢 那個房間呢 平常都是我哥哥在睡的 我哥哥有關門的習慣 所以這次關門是合起合理 對 門關的 很安全 但是不會鎖 還是沒有鎖靠的 棉被這樣弄的 然後就在那邊用用用用 然後突然那個門把聲音就用 蓋起來 因為我床在那邊嘛 床前面有一個小空間嘛 然後空間往前走是窗戶 他就走過來看窗戶 你這天很熱喔 我不知道 為什麼 我不知道 他就不知道 不可能 真的 太扯了 你問他 媽 你為什麼要揭我的被子 我佩服你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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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不能用假故事來再被通告耶 我沒有 我沒有 我就趕快抓住 他還讓你放空戒心 我媽就 蛤 又是早餐 大概知道我在幹嘛了 媽媽又中了 然後就 寫白一下 幹 天啊 謝謝 謝謝美股 來來來來來 來 拿一根香蕉吧 你可以吃香蕉 今天 每一個是 你刮給你 刮 等級就結束了吧 謝謝湯老師 謝謝 大家打手吃到小吃 他前面突然倒了一個胖妞 就好像把他爆蛋糕走過去 然後跌倒了嘛 然後起來就發現那個蛋糕已經被壓成一張紙 然後 洛基就 笑出來 哇靠 很尷尬了吧 你褲子破掉了 然後我就很尷尬 我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躲到旁邊去 然後打電話給我媽說 媽你幫我擦一點白褲 最近的話 可能大家不太會發生的 就是 提親這件事情 感想 哇 想看家長 住在客廳 是不會講話的 吃麻辣菇 都一定會落散 他看到一個 就說你要不要去上一間上 我說不要不要 不行我就是要去家裡上 然後我就拿他鑰匙趕快衝上去 幹他又是雙層門的那樣 他裡面還有一個角度 他裡面是一個空間 你知道嗎 是空大移空